有被帶去整型診所 就是給醫生看 然後每個人都很沉重 然後一個一個走進院長 不知道經理說出來長怎樣 好恐怖 每個公式是你的身高減掉120公分 就我當時是183公分 減120的話 所以我體重會維持在63公斤 才是正常的 等一下 等一下 不對吧 身高減掉體重 那我這樣我要50公斤耶 對啊 那我也50啊 對啊 那我敢不敢看 但是我後來出道的時候是 三 四年完全沒有手機的 蛤 什麼 然後外出也是不行的 我們公司那時候非常嚴格 太可怕了 那這真的像在 不行啦 坐牢耶 坐牢還有牢飯 我們只能吃沙拉耶 像大家說的 那課程的基本上都有 上課 跳舞 健身 語言 最基本的都有 然後我是從早上10點 到晚上的10點 早上7點到晚上10點這樣 早7點 早7點到晚上 他們先叫妳先去健身 然後再去上語言課 基本上三餐都是只有吃沙拉這樣 那我覺得 吃草 那時候妳還是小不是嗎 對 就營養的問題對不對 10歲而已耶 他們沒有就是太 care這個東西 對 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公司有讓我們去體驗 就是 肉毒 嬰兒針 玻尿酸這樣 那時候幾歲 不是很小嗎 其實他們都會去打 就再小都會打 是不是整形喔 對韓國人來講是好嗎 其實我 國民運動對不對 其實我那時候 有被帶去整形診所 就是給醫生看 給醫生看 就是他給你的建議是 然後每個人都很沉重 然後一個一個走進院長 不知道今天說出來長怎樣 好恐怖喔 一個一個走進院長的辦公室 然後 當我換到我走進去的時候 我看到就是 旁邊一個翻譯幫我翻譯 然後 院長就直接坐在我對面 然後桌上擺了一張紙 很大張 然後上面畫了很多人的五官 有的那個 然後前面 我看到瞄到前面幾個人的紙 是被圈很多地方的 畫嗎 喔呦 圈很多地方 然後輪到我的時候 就醫生跟我說 想要 覺得就好像只說 想要把我的鼻子中間 再塞一個東西 你還要用嗎 他覺得我 就是如果要再更好 他覺得 可以了吧 但是他們真的很講求 OMG 就是完美 其實在韓國當偶像呢 偶像的外貌的標準 其實很嚴格 我們有一個公式是 你的身高減掉120公分 就我當時183公分 減120的話 所以我體重要維持在63公斤 才是正常的 等一下 不對吧 身高減掉體重 那我這樣 我要50公斤 對啊 那我也50 對啊 那我們都敢不看 只要超過1公斤的話 就會被體罰 比如說像拿著啞鈴 然後在教室跑步這樣 哇 不是啦 這個 體罰 這個怪怪的啦 這個標準不OK啊 減掉12 就是要上鏡好看 鏡愛令 來 鏡宜 男女都分開嘛 然後說話 肯定也是不能聊天的 不能聊天 對啊 不能聊天 不能跟男生說話 對 我們連對視都不能對視 他回到宿舍不能夠 也沒有電話 沒有手機 不行 幾個月都沒有手機 他一個禮拜 只有一天假日的時候 會給個手機 我記得 那時候是 但是我後來出道的時候是 三四年完全沒有手機的 蛤 那 什麼 然後外出也是不行的 我們公司那時候非常嚴格 太可怕了 這真的像在 不行啦 坐牢耶 坐牢還有牢飯 我們只能吃沙拉耶 蛤 他也沙拉 我們和三個經紀人一起住 然後24小時都跟我們在一起 監控著 對 他們自己呢 吃得很好 非常好 好有 特別好 然後一直監控你們 24小時 對 然後我們就是沙拉 雞蛋 香蕉 蘋果 殊 fish 章 走了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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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